レオ聊世紀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馬來人是天空熊 天空熊文明最大的特色 就是升級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有一些配置跟馬來人配置會有點不太一樣 例如18p 17p 或是19p 升級速度非常快的關係 所以後面的流程會有稍稍不同 但大體來說馬來人還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文明 原來升級速度夠快 就意味著你的春迷速可以按的比對方還要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文明特色 馬來人是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而且奴兵的部分有拇指的話 打工兵也很適合 但是不能打馬功 那後勤呢槍兵是他的步兵主力 那他的雙手劍兵呢 比較可惜沒有劍勇 但是他有這個精冠技術強制增兵 可以讓雙手劍兵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製造非常的省黃金 那後勤呢還有這個折扣大將 也可以做成主力 後勤有火炮工程工程師 還有這個僧侶科技 也是稍稍能用的 只要如果你不太介意神拳政治的話 靠手術還是可以用的很好 那整體來說馬來人 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那比較值得一提是 他的城堡時代騎士會比較弱一點 沒有品種 所以城堡時代還是盡可能的 打這個輕騎兵路線 加上強奴步兵會比較好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那MBL這邊選擇的文明是哥德倫 那哥德倫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折扣非常便宜 但是這個能力呢 通常到城堡時代 或到帝王時代 才會比較多人會想要出步兵 那城堡時代呢 還是要考慮出這個封建轉奴兵 然後轉騎士的一個策略都不錯 因為他騎士呢 在城堡時代是全滿的 品種跟龍技術都有 所以哥德倫騎士攻兵開 在城堡時代都很適合 那到了帝王時代 可以轉這個步兵路線也很OK 後期有火炮火槍也OK 所以整體來說 哥德倫打法 跟一百五米沒什麼太大不同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哥德倫一開始有織布技術 可以馬上研發好 所以哥德倫其實由這個 一開始點織布拉翼村去射這個路啊 或是偷租的一個 一系列的稿式打法 那MBL這把沒有這樣做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了 那這個地圖看起來MBL是非常痛苦的 黃金一個在前面 哇然後前方沒有木頭 這個非洲大草原 非常的空光 但是後方的防守都還不錯 這邊如果能圍起來的話 這邊可以圍到底 好那就防守來說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這個附近的位置也不錯 也在後方 主經的位置就比較糟糕了 有點偏前面的位置 完全沒有任何遮蔽物 防守起來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後面有石頭 感覺MBL地圖算是有點差的 好那天空熊這邊呢 是雪地 要把這裡圍起來 黃金的部分稍微看一下 喔這裡有一塊附金 哇兩塊附金都在前方 天空熊的位置 黃金可能更差一點 黃金有點爛啊 那果子的部分也是偏前面喔 跟MBL比起來 兩邊都有自己爛的地方喔 好那MBL這邊是選擇了三棒棒開局 三棒棒開局 而且還不用挖黃金喔 這就是哥德倫的步兵折扣優勢 好這裡直接敲死這隻獅子 正在找天空熊的位置 MBL這邊出門稍微晚了一些 所以找不到天空熊 好一上去終於看到 天空熊這邊是20P升級上去 好升級上去之後 補下了射箭場 裝甲步兵 有要升嗎 喔有要升喔 兩個人挖金礦 那這個打法 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裝甲轉小風 的一個路徑打法 好這邊稍微繞一下 繞一下 下面的房子也差不多 一直繞 好點了一級伐木 一級農田 裝甲步兵 要點嗎 還是不用了 直接轉弓兵也是不錯 好我覺得應該不用轉裝甲了 因為這裡這個時間點一直弓兵出來 轉裝甲能輸出的時間並不多 好這三棒棒一直再溜 好天空熊這裡黃金相控不下來 所以沒有辦法出弓兵 只能出毛兵稍微加減湊合著用 好 槍兵繼續追 回頭打下 兩邊一直在玩你追我跑的遊戲 唉唷兩隻棒棒突然開始敲毛兵 好天空熊這邊拉的還不錯 沒有讓自己的弓兵掉 就是一件好吃 好 好 那現在肉馬放棄 這一波棒棒應該是沒有打算要繼續打了 好 那MBL這邊果然是唯一個超大的 用那三隻棒棒 我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家裡也轉出了毛兵跟槍兵 準備來做一波反擊了 好 這裡射箭場 剪下來一個 好這裡毛病 要小心喔 看一下 好 這裡有流進來 殘血的 沒什麼問題 好 天空熊點下了一擊射 工兵入境 要不要從上面繞竿出去呢 等一下從左邊 工兵不能被抓到 好 躲在裡面 哈哈 現在沒有辦法出來喔 尷尬了 天空熊 好 但天空熊這邊完全不太想屌這些毛兵 做小打小鬧 沒意外的話 待會生十代 轉個騎士出來 來打就夠K了 那這邊就去屯工兵 沒問題 果子直接放棄也行 這個時間點喔 果子不吃也罷 開始轉黃金 雙射箭場 或是後面藏馬 就 開始純肉馬 是可以考慮的 好 好 果然在藏一些肉馬了 那如果這邊藏肉馬的話 要這個時間就打敗這些毛兵 就意味著 生十代上來說 會有點劣勢喔 可是覺得這個肉馬 可能可以不出喔 趕快生十代會更好 最近自己生十代速度快 現在落後也可以追得上 好 但天空熊 打算要打一個超穩 不想要讓MBL 有任何的軍事上的優勢 避免這一波走進來 後面又有肉馬進來 天空熊可能會被秒殺 那MBL這邊其實早就已經升級了 好 烏馬放出來 開始追 弓兵 D先出來 射掉一隻毛兵 弓箭手 點掉後方槍兵 這裡弓兵也直接 正面硬扛 MBL這邊的目標 是要趕快把所有的毛兵全部投死 天空熊這邊V正V的很漂亮 躲過兩發毛兵 但是最後還是被集火掉了 只剩下六隻弓兵 我的天 MBL這一波打得還算不錯 天空熊這一波也確實 打出了自己的優勢來 但是人家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騎士要轉嗎 還是先轉戰毛兵 這裡應該先轉戰毛吧 哎唷 要轉馬弓 怪怪的 哥德馬弓 又來了 現在 在頂尖天梯 哥德人轉馬弓 次數好像越來越多了 好 牆壁要小心 好 二級的伐木 點下了 現在 兩隻馬弓出來 這裡也是哥德人 為什麼能打馬弓 因為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騎兵的品種跟跟蹤技術 都是有的 所以血量上來說呢 並不會太差 而且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優勢 而且也有三級射 三級的馬鎧 而且也有重裝馬弓 缺點就是沒有母子環跟安全戰術而已 所以哥德人如果能打馬弓的話 在對於打對方的騎兵路線時候 或是打這個 對方騎騎兵路線時候 或是騷擾 都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可以大幅增加哥德人的進攻能力 好 那哥德人 MBL 這邊是3TC 農上去 拿弓出來 好 開始騷擾 天空熊 被射了一下 沒有直接拉走 那一上去 點了二級射 跟工兵的升級 二級農田 拔木 都點了 這裡家裡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工程器製造所比較好 不然這裡騷擾有點麻煩 好 下防這一波過來 工兵 開始弄下村民 你弄我 我弄你 終於看到下方的工兵了 熊熊左邊 這裡的村民有點危險 會被射死嗎 右邊這個TC有點蓋不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馬弓的騷擾能力很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機動性好 而且傷害也確實夠 這個騷擾 確實也讓天空熊開TC的timing點 也差了一些 但他時間點沒有辦法那麼快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好 天空熊已經差距12村 3TC 繼續補 NBL這裡品種點下 好 那現在NBL這裡要打贏天空熊的話 除了轉戰毛之壞 馬供數量還要再繼續穩定起來才行 那現在農田已經來到22片田 3TC的村民肉量應該是不會斷了 那我覺得天空熊跟NBL這邊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TC的閒置時間 只有一分半而已 其實這個算是很短很短的一個時間 而且NBL這邊比較厲害的是3TC還不斷村 又出馬功 這個經濟配置要調得很好才有可能做到 但是我覺得NBL這邊還是有點小小的問題 就是這個黃金瓜等有點多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 畢竟黃金多多益散 畢竟城堡時代跟帝王時代黃金的消耗可是很猛的 好 天空熊這邊點下了二斜的工兵鎧 拇指環待會再找個機會點下 還有彈道血 彈道血應該還是要優先點才行 好 這裡頭車能夠蓋好嗎 好這裡工兵開始反擊 工兵打馬功效果很不錯 但沒有彈道血能不能死掉村民 差一發 哇這個村民敲不死 NBL的剛剛目標是要把村民給點死 但這邊的工兵數量實在太龐大 NBL選擇了撤退 二斤農田也補下了 好投車趕快按 那為什麼這裡不按奴炮呢 不按奴炮是因為現在工兵喔 數量已經成型了 要跟NBL的馬功正面對幹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沒有工程能力 所以這裡最好是轉頭車 或是轉衝車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轉衝車的話 對方只要一出投石車的話 就會被克制住 所以投石車還是首選 那如果是要轉衝車的話 打的位置喔 就要比較刁鑽一點 往遠的地方去衝喔 會比較好 不要衝在人家臉上 很容易衝不進去的 OK NBL這邊是選擇了 頭車加上馬功 在家裡防守 說明書已經領先了15吋 但天空熊3TC也很快轉出來了 OK 那現在輪走技術也補了下去 天空熊67吋 對上NBL81吋 好 頭車砸了一發 哇靠這個馬功射頭車速度很快 天空熊這裡回救啊 我怎麼覺得這裡回救不太好啊 但不如兩台頭車往前 加力按一台奴炮 稍微打個殺如何的 我覺得要繼續進攻才行喔 這個不要回救比較好 不然就是裡面防台工程器製造所 擋一下 但現在天空熊想要上母子環 大學先下 待會彈倒雪也可以馬上好 好 NBL這邊的食物量已經很穩定 呃 沒打到 OK 待會要地龍時代不是太大的問題 頭車砸一發 哇天空熊這個點掉 漂亮 又要躲掉立法頭車 OK 直接換了一台 好頭車又拉了回來 感覺天空熊這兩台頭車 已經讓飛掉了非常多的工程時間喔 所以是因為NBL走了馬功路線喔 機動性太好的關係 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才一直知道NBL沒有一直往前壓喔 但天空熊不知道 可能以為 他又往上騷擾 所以頭車要先往回家救一下 因為家裡面有工程器製造所 就意味著 防守方面喔 會比較有壓力一點 哇 這一個 天空熊 吃了一發 又來一個 哇 推了 再一發 哇 吐 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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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熊 慘招拍爛 只剩下 兩隻工兵 從家裡走出來 完蛋了 工兵那一坨送掉 就意味著 沒有主要部隊可以對付這些馬功了 好馬功直接上開 好直接開射 上高地 反擊 頭車直接被馬功吃光 天空熊 炸裂 而且NBL這邊經典下地龍時代 這裡要補更多的馬修 這裡要轉戰毛兵嗎 當然轉戰毛兵的話 很難打贏正面 感覺還是需要走工兵 但是如果要走工兵的話 黃金要趕快挖 但如果現在挖黃金又不能升時代 還是先轉戰毛好了 我覺得轉戰毛還是比較好 好 好這邊確實轉戰毛 有在升級戰毛兵啊 OKOK 如果不轉戰毛的話 感覺擋不下來 又被秒殺了 但這邊轉戰毛 死代又會落後 哇這個就是四季帝國最難的地方 轉什麼都不對 你轉了 可以守下來 但守下來 不一定有後期 感覺那頭工兵送掉 好像就量了一半了 但沒有關係 四季帝國是一個後期遊戲 不是後期遊戲 操作性遊戲 又是節奏遊戲 又是節奏遊戲 雖然現在節奏差了一點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操作打回來 好 那如果MBL帝王轉步兵就不妙囉 補正補狀態點下了 軍營補了五個 那這邊直接轉各的衛隊 這些毛兵 就很難擋得住正面了 各的衛隊直接往前A 可能就完事 好 帝王時代升上去 步兵已經開始產生出來 哥德衛隊現在擋不太住 這些毛兵的傷害 毛兵現在是五點傷害 哥德衛隊是六點 現在哥德衛隊血量比較少 而且 哇這個毛兵數量是真的多啊 25隻毛兵 好天空熊帝王時代補下 還好馬來升級速度夠快 那這裡馬來人要擋住哥德衛隊 最好就是轉出雙手劍兵 但是強制正兵腰點才比較划算 所以暫時 直接出爪刀 或是轉這個馬來大象 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這個天空熊是選擇了爪刀 但爪刀的缺點呢 是他的傷害跟體質 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打哥德衛隊要打出優勢來 還是需要大量的數量才行 那感覺天空熊這邊要打爪刀 城堡數量也要起來 好產能上也會有問題 好趕快趕快點下精銳 農田有點爆量了 好不是農田 木頭有點爆量 切木了 好這些木頭趕快轉成農田 OK天空熊再殺了 好 想要木頭爆量了就灑田 好天空熊補下了精銳升級之後 三級色也點下 哥德人點下了化學 跟二級的步兵鎧甲 跟一級的鍛造技術 後面點下兩台投資車 是要轉衝車嗎 但哥德人沒有大衝車喔 可能是要轉火炮 火炮的話比較合理一點 按這麼多工程器製造所 好像又不太對了 到底是要左什麼呢 看倒是衝車大將軍 裝甲衝車大將軍 有沒有可能 配上哥德威隊 上車吧兄弟 鄉行車戰術 有沒有可能 很久沒有看到鄉行車戰術了 好 哥德威隊現在是 不猜怎麼怕這一坨戰矛 唉唷這邊精銳 緊噴點下了 四氣灌入 他會均勻的弓箭道速度 會非常快 連中裝馬功 二級的工兵鎧 三級的工兵鎧甲也點了 馬功也提升到最強 看來MBL 鐵人心要走馬功路線 好馬功傷害來到了 十一點 三攻三防也沒問題 OK 全機體 哥德全機體的馬功成型了 天空熊等一下來攻城工程師 這邊轉個火炮嗎 還是要轉頭車呢 感覺天空熊這邊轉拍車的話 優點是可以打這些 哥德威隊 跟馬功喔 但是問題是喔 出頭車會遇到火炮的問題 MBL這邊果然轉出了火炮 如果轉火炮的話 頭車就沒意義 所以這邊還是轉火炮吧 火炮才有互相傷害的可能 他不會被單方面的屌打 好 現在精銳爪道勇士 已經來到了38隻 攻擊力三攻還沒有補下 這裡要趕快補下三攻才行喔 有沒有三攻對於爪道勇士來說 差別很大 好這裡 木頭有點包量 幫我賣一些木頭 OK 結果是MBL買了一些木頭 賣了400木 換了249黃金 熊熊黃金現在不夠用 兩邊寸明樹 已經都快要到200人口 哥德人呢 由於他有帝王世代加死人口的關係 人口突破到了210人口 多死人口 在單挑來說是差很多的 哥德威隊正面硬扛 但是馬公在後面發呆 正面直接被爪到尻爆 MBL這一波的哥德威隊好像有點送 精銳還沒有好就送了 吐了吐了吐了 這一波我覺得送的不應該 好火炮這邊看能不能打到神盾的戰毛 好看要不要預判一下天空熊的預判的走位位置呢 但是好像都沒有走位成功 馬公在正面去打這些爪刀 但爪刀實際上太少 有點不太划算 好但火炮一直在開炮的關係 這一坨戰毛數量也所剩不多 天空熊趕快再趕緊的 好把這個戰毛變數量給拉起來 但現在沒有三攻情況下還是很危險 天空熊先點一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三級的工還沒有點下 好三攻終於補了 OK有三攻天空熊 就不會輸了吧 好這波哥德威隊有精銳 精銳上去 麗蒙 那現在哥德精銳 血量也提升到了70點 多了10點的血量還是多蠻多的 好但MBL的馬公沒有拇指環 這一點在正面對戰時候 馬公就會稍微有點弱勢了 好這邊一個閃爭 天空熊下方補了一個城堡 城堡蓋不起來 被馬公給控制住 好這時候MBL也點下了 古風爐 三攻也點下兩邊的科技 終於全滿 好火炮先趕快拆掉一些建築物 好下方這根城堡 要不要按一個巨型投石機出來拆除呢 這一波 MBL賣了非常多的石頭 來看一下這一波 耍刀上來 哥德威隊擋住 馬公無情輸出 打完正面 帶了哥德威隊去抓後方的戰毛兵 戰毛兵被砍兩刀就死一隻 哇哥德威隊這波打得很漂亮 現在馬公數量還有繼續20幾隻的數量 只要20幾隻馬公 就可以形成一個不錯的戰力 天空熊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火炮 要是天空熊有火炮的話 可以稍微抓一下後方的馬公 但是現在問題是 正面黃金 還是要留給爪刀勇士才行 不然就是要趕快轉型到雙手劍兵了 稍微有點Lag一下 能不能轉型成雙手劍兵 感覺對天空熊意義很重要 好結果下方有一坨戰毛兵直接衝了過來 這邊直接硬蓋寶 把寶蓋了起來 這個要蓋個連環寶 但是嘉賓人正面已經擋不住 天空熊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最後出了136隻的哥德威隊 加上193隻的爪刀 那看起來這個數量至少還要炸一倍 才有可能打得以NBL 但正面直接一垮了經濟就炸裂了 雖然下面這些多線打得還不錯 但是那柳哥的衛隊可能也是難以拿下吧 畢竟哥的衛隊打戰毛只要兩刀就死一隻了 這些聰明蓋寶應該是能極限蓋好或是蓋不好 不管有沒有蓋好 對於正面來說已經意義不大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NBL拿下支援上勝利 石頭的話稍微輸了一些 NBL這邊應該是把多元的石頭都拿去換成黃金 所以黃金的量非常多 重裝馬弓精銳哥德都能升級的上去 而且還可以產出這麼多火炮 所以這也是一種戰法 把石頭全麥不蓋寶 城寶只蓋在TC附近 然後剩下的石頭全部換成軍力 直接潛咬一波帶走敵人 這也是一個非常精銳的打法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